全真派 那别人都全假呗 他全真 基本上你看全真派的道士 是不能喝酒吃肉的 正一派也没有管 随便 不吃人都吃 上一集为大家讲了道教正一派的由来 那么全真派又是怎么回事 这两派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在全真派的地盘上 会见起眼前这座正一派的道观 我们又该如何快速分别这两派的道观呢 咱们接着讲 这个道教咱们讲 它分成俘禄派丹顶派 这两派 甭管俘禄和丹顶 在最早的时候 道士们是不出家的 所以道士们叫做火居道士 是不出家的 道爷爷跟道奶奶是一被窝睡觉的 然后可以生娃 所以张天师都是一代一代传来的 都是父传子传来的 人一代一代往下生娃 什么时候开始出家呢 这就是北方的丹顶派发展到极致 就发展到了全真派 大家都知道 一个陕西人叫王重阳 然后他就是说反对这种炼丹 炼这个外丹 他认为没有用 他认为炼丹应该炼内丹 什么叫内丹呢 以你的身体为丹炉 五脏六腑为药 然后炼真气 通过炼这个来修炼成仙 你拿这个什么氧化管啊 什么这个签啊 靠这玩意炼 炼完吃你必然就死于签中毒 那没用 你就靠炼真气来成仙 所以他们主张炼内丹的这一派 后来呢 就是形成了这个就是这个全真派 那就别人叫全甲呗 他全真 就这意思 那叫全真派 这一派就奉吕洞宾为自己的祖师爷 为祖师爷 所以你到这个庙里边来看 你如果分不清这是全真 还是正一派的庙宇 那你就看 你像这个殿边上供三毛真君 一定是正一派 供吕洞宾的百分之百是全真派 还有呢 你就看什么呢 就这一个庙里边 他供的这个神仙 如果特别高大上 三清四玉 这一般就是全真派 倍儿接地气 像这个什么东月神 像这个六十个司 里边什么管胎生的 管卵生的 管师生的 然后管这管那的 一般就是正一派 就是正一派 他特别贴近民间 全真派就比较高大上 然后这个王重阳创了全真派之后 在陕西传教 传了好长时间 没人搭理他 男人都觉得他有病 是吧 你整天跟我们说着 做物理炼丹 我们得种地 是吧 我们得种地 我们这都是贫苦的浓民 很朴实 所以王重阳 为什么弄一个活死人木柱 应该没人搭理他 他觉得他有病 后来王重阳一想 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创业 创业失败了 怎么办呢 换一个地去创业 哪信这神神滚滚的呢 山东人信 所以来到山东 一下就上市 创业成功 是吧 一年全真七子招全了 然后金章宗开始接见他 后来这个元氏 当时太祖也接见他 王重阳跟南宋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老逼金庸 就是胡他妈逼血 您要明白这意思 他就是一个写小说的 不入流的四百流作家 他离文学家的距离 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五百万亿倍 他给鲁迅舔脚丫泥都不配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个什么文学家 就是一个写小说 骗钱的 就这么个玩意 所以你不要把他的东西当历史 看 他还不是京剧写的好 所以他完全都是胡说八道 整个什么王重阳 秋楚基人都是金国人 后来是蒙古人 跟你宋朝一毛钱关都没有 还给你郭敬杨康起名 敬康之变 在他们看来是好事 是吧 是我们立国之战 是好事 他完全是金国皇帝支持起来的 全真派 他就是完全模仿佛教的十方丛林制度 道士要出家要独身要儒素 以《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为他的最基本的读本 佛如道三教合流 所以基本上你看全真派的道士是不能喝酒吃肉的 正一派也没有管 随便 不吃人都行 所以老有那道士也喝酒 你怎么让我说正一派 但是他也穿着这道袍 他平时连道袍都可以不穿 有活动都是到庙里穿上这喝场 南方基本上都是正一派 北方基本上都是全真派 基本上都是全真派 所以这两者的区别 画幅捉鬼的肯定是正一派 南方正一派多 北方全真派多 但是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大规模的一间 这个正一派的妙语道理非常简单 1259年 忽必烈奉猛歌汗之命进攻南宋 当时园军兵分三路 大家知道猛歌汗自领西路军进攻四川 结果被杨国大侠一板砖给猜死了 中路就是忽必烈进攻湘返 然后东路就是宗王塔查尔去进攻两淮 忽必烈攻打湘返的时候 特意派人到江西龙虎山 见到了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 问天师将来对世界形势怎么发展 抗日战争还有几年结束 您教我一下 张可大就跟忽必烈派来人讲 说你回去告诉王子 二十年后天下当混一 其实这话是屁话 二十年后天下当混一 谁混一 是我混还是你混 你跟着谁混 这个人回就告诉忽必烈 果然1279年 宋少帝投海自尽 南宋的残余力量正式灭亡 二十年后大元统一全国 忽必烈非常高兴 张天师太神了 说二十年混一就二十年 天师还在吗 飞升了 已经成仙了 飞升叫他儿子来 于是第三十六代天师 张宗衍来到元大都 忽必烈就召见了张宗衍 召见了张宗衍正式封他为天师 以前三十五代都是自封的 都是自封的 以前你看宋朝封张可大 只是总领三山福禄 提点玉前诸公贯士 没封你为天师 忽必烈都是正式封的 你不就喜欢叫天师吗 OK你就叫这个 朕同意所以从第三十六代 张宗衍的时候才正式成为天师 是忽必烈封的 忽必烈元朝没有文化 对任何宗教他都支持 为什么呢 只要你能够安抚民心 我都支持你 所以你看元代的圣旨一写 长生天气历历大福音互助里 扩吉斯皇帝告诉先生们 这个道士们和尚们 然后耶利可文们 穆宿蛮们 所有这些人点一遍 耶利可文就是基督教 穆宿蛮 就穆斯林 所有这些点一遍 你们都是好人 然后你们给我干好事 你看山西我们到那小庙的 一杯给我乐坏了 什么什么 打鲁花赤 天摸不花 写的 那这个谁 取出绿皇帝圣旨 那就是元朝的 应该是成宗吧 取出绿皇帝圣旨 你平时好好管理你的公冠 打理你的公冠 你若不得空时 你的娘子也可以管得了 这就是元朝皇帝圣旨 你好好打理你的公冠 你要是忙 你老得上什么开政协 开两会 你忙 你没空管 那你的娘子也可以管得了 对吧 你媳妇也可以干 你不能太破啊 你不能光收钱 你不修庙啊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对这些宗教都非常重视 那这样一来 张宗衍的徒弟张留孙 来北京的时候 特别受到大元皇室的礼遇 就修了这座冬月庙 并且请了当时一位著名的大儒士 给他提写了 这个给他立了一通碑 来跟我去看 冬月庙里有三多 那塑像多 咱们看周边68间衙门全是塑像 据说加在一块三千多尊 生动逼真 所以民间有冬月庙神像 甲天下之说 再有呢 就是营帘多 你看每个门都有营帘 还有一个呢 就是悲客多 下一集呢 就带大家去看看历史上最难得的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通悲客 我们先去看 我们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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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